全球华文网2020第五场直播教学分享会 邀请到华语文教学专家陈立芬老师 跟全球的乔教老师和粉丝网友分享 如何应用不同的教学策略进行混凝教学设计 以提高学生的华语学习兴趣和成效 若你有任何问题或想法 欢迎大家在直播中踊跃参与互动和留言哦 接下来就让我们把镜头交给陈老师 我是陈立芬 很高兴今天能跟大家分享儿童话语混凝教学设计 我在想在座应该有很多是先进同好吧 应该会有老朋友有新朋友 那今天的课程因为我同时间要看三个画面 所以如果说有什么怠慢的地方或是没注意的地方 那就请各位先进同好多多包含 那因为那个在网路上的那个YouTube大概会跟我的现场 有十几秒的那个时差 所以老师打在那个YouTube上面的东西 我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回答 但最后我们看看能不能同意一起回答 那今天的课程因为只有90分钟 所以我就直接开始了 好 切换画面 等一下我没有办法按我的PPT 等我一下 因为那个PPT我没有办法 动 今天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 我有1700多位老师同时在线上 好 现在可以了吗 我的萤幕 还是停留在 第一张头影片上 对不起 稍微有一点问题 好可以了 来我们先来谈一下什么是混零教学 因为混零教学很容易跟差异化教学混在一起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说混零教学 那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什么是混零教学 所谓的混零教学是指我们是有计划的 把不同年龄层的学生放在同一个教室里头 或者是在同一个时段里面 我们教不同年龄的学生 那混零教学会有一个特色就是 其实我们是混零 所以我们的年级可能 那个年级上可能从六岁到十二岁 十三岁 十四岁不等 但是呢 他们基本上程度是差不多的 那如果说 我要把不同的程度又再加进来 那么它就不是单纯的混零教学了 那我今天的这个九十分钟 我最主要的是在谈比较单纯的混零教学 那我们的混零教学最常见的问题就是 因为是混零 所以我们的孩子可能有些比较小六七岁 可能八九岁 可能十一二岁 十三四岁不等 所以在教室里头我们最常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 它很混乱 很热闹 然后班上有的时候会形成不同的一个小团体 那这个是混零教学 你面老是比较头痛的问题 另外呢 混零教学会造成那个程度上的落差 其实不是程度本身的问题 也不是教材的问题 而是因为混零教学里头 第一个 我们考虑的成本考量 所以我们在混零的时候 有的时候不去管教室布置 所以这样子会造成那个不同的学习 就是学习者他们心情上的一些落差 那这个心情上的问题就会影响 学习上的程度问题 第二个可能是场地上的限制 那混零教学最好的一个教室布置 最好是用分组的方式 但是有时候碍于教室的那个空间 也没有办法做教室布置 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分组方式的 这样子的布置方式 那第三种呢 可能是因为并班啦 或者是说班级的人数不够 或者比方说人数太多 我可能在切分的时候 我只好是这样子的一个分辨方式 那第四个有的是家长要求 可能就哥哥带弟弟 姐姐带弟弟 姐姐带妹妹 这样子的方式来上课 那第五种可能就是 因为我上课时段 我没有办法配合 那我只能上你这个时段 所以呢 我就把孩子硬塞进来 或者是说我的孩子 只能选择这个时段的课程 那这些都可能是混零教学 你要老师们要面对的问题 那混零教学 老师们第一个 您要去思考的是 我到底是混零教 还是混零学 那混零教的话 就是我是以老师为中心 以老师为中心 老师们就会去想 我要教什么 我想教什么 那这个时候呢 大部分的老师会因为课时 或者是因为 比方说有统一的教学大纲 或者比方说 学校有统一的进度 或者是说担心家长希望学校 或者是希望学生 要有一定的进度 那么老师就只好去考虑 我今天要教什么 我得教会什么 或者说我要教完什么 那这个是混零教的一个思维 那第二种方式 我们叫混零学 那什么是混零学呢 就是其实呢 我在教学的过程中 我比较不在乎 我的进度问题 那这个混零学 多半是以小班教学 或是家教班比较常见 如果是学校课程里头 要做混零学 其实比较不容易 因为学校会有学校的要求 学校的大纲 或者是学校的教学需求等等 甚至于说家长的需求 都没有办法让老师 可以如愿地去混零学 从混零学的这个角度来教学 那么不管是混零教 还是混零学 我觉得老师在设计课程的时候 应该要先去考量的就是 我不要是为了混零而混零 我应该要去想的是 我怎么样把这个教学 做到一个尽善尽美 或者是说完成我心目中 所要教学的那一个目标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那如果说你只是为了迁就混零 而混零 这样子的一个教学理念的话 不管再怎么厉害的老师 其实他都没有办法设计出 有成效的一个教学模式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好 那那个Printmore 他就提出了四种 混零教学的四种模式 那这个我基本上 我们不多说 因为节目只有90分钟 我不要谈太多 那个理论上的东西 我今天主题就只是去谈 学生跟教材中心为主的 这样的一个混零设计 我们应该怎么做 那这个混零教学设计 你要发挥功效 第一个老师 你可能要先去思考 你的教室布置 因为环境布置 其实对于学生的学习成效 或者是说学习动机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的教室布置 你必须让学生觉得 好像这门课是有意思的 而不是我就是进来排排座而已 那第二个你的课程设计 最好是有多样性 有层次性 有一些不同的变化 那第三个呢 你在教学方法的设计上 你最好能够有一些 叫做学习区啦 或者是有一些东西 你是做能力分组的 有些呢 你是个别教学 还有一些 你是可以同侪之间的互动 那这个就是使用 我们语言教学里头 一个很常见的 叫做合作学习法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 在课堂上利用的 那第四点 老师必须 你必须要有 非常敏热的观察力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发现 有一个孩子 他已经把自己 列为观众了 他坐在观众席 他不太去在乎 老师在做什么 或是其他同学 在做什么的时候 你必须想尽办法 或者呢 你在不经意间 走到他的旁边 把他拉进来 成为你的伙伴的 或者说成为你在 教学的团体里头的一份子 而不要让他是 好像在一旁当观众一样 他没有办法进入这个角色 所以老师的观察力 必须去洞察每一个小孩子 每一个学习者的一个需求 有的时候呢 在不同的孩子 他在心情上的转变的时候 你也必须善用一些小技巧 比方说一点家讲啦 一点鼓励啦 或者是说 让他觉得老师 是特别关心他的等等 好 那么我们前面的一个前沿 大概就是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讲 几个教学法 那讲这个教学法之前呢 请老师们先回想一下 这张图片 这个图片我是从网路上 摘取下来的 不是我原图 那这个图片呢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 在短短的50年 从1961年 老师们 就是讲什么 好 学生就必须听 然后家长呢 大部分是站在老师那里的 当学生犯错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呢 他不是去怪罪老师 他会觉得 这是学生的问题 可是现在大部分的家长 不是这样的观念 他会觉得 是老师的问题 老师没有把学生教好 所以我们如果 从这个观念来看的话 会觉得老师的压力很大 可是其实你换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说不看这个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以前的学习 是单一的学习 是老师对学生 所以是以老师为主的 一个学习模式 老师想怎么教 就怎么教 或者呢 老师照着课本里头来教 大家都是没有意见的 但现在的学习 是一种很活泼 很多样性 很多元性的一个学习 学生除了从老师这里 得到知识 得到他所学的东西之外呢 学生还可以从很多的地方 得到他所要的 比方说 网络知识 其他的书本 或者是同侪 甚至有些家长 他教得比老师还好 懂得比老师还多的时候 老师的压力就大了 所以我觉得在教学上 我们必须要去考量的 并不是老师我怎么教了 而是你必须站在 学生的立场去想 学生他可能需要 些什么样的东西 好 那么首先我们就从 教室布置开始 老师们先想想看 您的教室 大部分是从什么样子的形态 来布置那个教室 就是这五种教室布置 我们来看一下 多数的老师 或者是老师 现在我们来一个互动 您可以在那个 YouTube上面去作答 12345 您觉得您的教室 大部分是哪一种形态呢 我们大概会有 10秒钟左右的时差吧 那老师们可以看吗 有人告诉我说 声音太小了 是不是 好 我看到有人写3 第三种形态 所以也就是 大家是这样围成一圈的 然后 好 来 好 有老师写1 好像1的话 大部分是 1的蛮多的 1 很多老师的教室 都是第一种 第一种应该都是 朱介来的教室吧 应该不是原来可以 自由运用的教室 也有是5 也有是4 3 我终于看到一个2了 第二种的教室方式 是两个人 坐在一起 然后有可能是2 加上4 这样子的模式 好 那我大概了解 大部分的老师 因为可能是教室局限的关系 您会是第一种 那我也不满老师说 比方说我在大学部里头上课 我们的教室大部分都是第一种 没有错 但我进教室的第一件事情呢 我会让学生开始去搬桌椅 怎么样搬桌椅呢 我会看我今天要上的课程 可能会利用哪一些活动 所以我会让学生呢 把桌椅搬成可能是第三种 也可能是第四种 也有可能是第五种 这样子的模式 好 那因为一张一张的桌椅 在搬动的过程中 可能会有一些声音 那可能会有一些 但是我觉得这是必要的 因为教室布置 会影响我接下来的课程设计 所以我经常是在 刚开始 就是一上课 那五分钟左右 我就让学生去搬桌椅 然后我会在黑板上 画出我希望学生们 把桌椅搬成什么样子的模式 那当然在下课前 十分钟 最晚下课前五分钟 会要求他们把桌椅恢复原状 这是我的模式 那我知道有时候在海外 因为教室是租借的 基本上呢 是不太可能去动那个桌椅 这个我了解 所以 老师可能 如果说真的不能动 我们就用不能动的模式来上课 但如果说你的桌椅 是可以稍微调整的话 第三种 第四种跟第五种 比较适合混零教学 真的要做教学设计的话 这三种比较适合 那你的教室 如果真的不能动的话 那么我们就是离开座位起来 就是学生不要一直坐在位置上 然后人站起来可以做不同的活动 好 那这个第一个 好 我们往下 声音这样子可以吗 已经稍微调大声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 来 老师您看一下 这几种模式 您最常出现的是哪一种上课模式 第一种上课模式呢 就是老师就是站在黑板上 那很多东西还用版书 然后学生就是抄着版书 或者跟着念 那第二种模式呢 是老师比较少用版书 或者是他会用 就是比较科技性的东西 PPT啦 然后可能旁边再加一些版书 那第二种情况 有的时候会有点小缺点 也就是当我播放PPT的时候 如果教室第一排的灯太亮 其实那个字会反光 是看不清楚的 所以通常在第二种教学模式呢 你在写版书的时候 会变成是那个教室的灯光 暗跟明之间会有点小问题 好第三种就是老师其实虽然是用 白板也好黑板也好 或者加上PPT也好 但基本上他不会站在讲台上 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上课方式 也就是说我不喜欢一直站在讲台上 我比较喜欢走动 走到学生的中间去 那这个上课模式就比较适合我们在设计 混凝教学模式的时候可以用的 那第四种呢 其实是把学习权 甚至于是有一些教学的权利 交给学生 所以我们会让学生到台上去 这个时候老师可能是站在教室的旁边 或是教室的后方 那第五种呢 你看老师已经是走到各组中间 去看每一组每一组的学习情况了 那第五组的教学模式会有一个缺点 就是当你到达某一组的时候 比方说好这个教室有四组 那你在第三组的时候 其实一二四是被你忽略的 所以你在每一组进行的活动过程中 你必须要拿捏 不能在某一组停留太久 那第五组就是其实是 最近比较流行的 会让学生这样围起来 然后坐在地板上 或者比方说带到教室外头去 坐在草地上等等 那说不一定要坐也可能是站 但是我们不需要任何桌椅 这也是一种教学模式 那我看了一下 很多老师都回答了 有些老师写三五四五二三四 也有一跟二 或者是一二三 一二四五六的都有 所以可见老师们的教学方式 是很活泼 并不是那么一成不变的 好 那前面这个其实 我也是当成是一个暖身活动 因为我是希望我们在课程前 先让老师们自己去想一想 你最喜欢的教学模式是哪一种 你最常用的教学模式是哪一种 而你惯用的教学模式里头 有没有办法去更动 或者是说从里头去 稍微改变一下不同的思维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几个教学设计 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设计 全部一次讲完 那我尽量讲几个比较好操作的一个教学模式 那首先在讲教学的时候 第一个老师可能要很清楚的知道 您的教学目标是什么 您最主要的这一个要教哪些东西 那我们在教哪些东西的时候 你可能要先去思考 我这一课有多少个生词 我一定要教会 那这些生词里头 一定会有所谓的必要学跟非必要学 其实我们以这边的一个课程上来说 像桌子椅子这些日常生活必须用的词 那我们就叫它必学的词 但有一些比方说是人物里头的名字 那么它其实是一个不必要学的 那我举一个例子来说 我以前曾经拿一个就是那个曹操 曹操的一段故事 那个就是老马仕途 仕途老马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那第一句话里头就是曹操带着士兵 因为打败仗了嘛 带着士兵 然后逃到树林里头 大家又渴又累又累 那我就问了 第一句话我们要问学生什么东西 那很多老师就会问 是谁带着士兵逃到树林里 好 我说这句话其实就问得不好 因为学生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 曹操 那曹操这个词呢 是不是必学的词 当然不是啦 曹操他只是一个人名 所以就语言教学上来讲 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改成问 曹操带谁去树林里 好 那学生就要回答士兵 那么也就是说士兵这个词 是我们的教学目标 我们必学 那你可以再问一个 换一个问法 曹操带着士兵到哪里去 好 答案是什么 树林 OK 树林这个词就是我们要学的词 那么它就是教学目标 所以我们在思考教学目标的时候 要很清楚地明白 哪一些生词是我必学的 那我在提问的时候 或者是我在准备的时候 我必须以这个为中心 因为语言教学并不是一般的 我们母语人士的语文教学 语文教学跟语言教学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你在教语言的时候 你应该去教的是 必用 常用 他需要记的词 而不是你印象中里头 你觉得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这样子的一个词 这是不同的思维 所以首先你在制定教学目标 或者是说你在备课的时候 你的教学目标要很清楚 第二个我们提到的是教学内容 那这一课的教学内容 我到底有多少 我有几个词 有多少个 句型语法 或者是说我的课文长短 那我这个课文是一个对话型的课文 还是一个短文reading型的课文 那这个你的教学内容 你都必须要很清楚的把它区分开来 第三个可能我就要去设计这些教学法了 词汇 不同的词有不同的教学法 语法 不同的语法 有不同的教学法 同样的 如果是对话 有对话的教学法 那短文呢 有短文的教学法 那这些是不一样 第四个我们会提到的就是所谓的补充资料 补充资料 基本上我把它分成三大块 第一大块的补充资料 是属于文化类的补充资料 可能我在这个课文里头 我有一些文化补充 那有可能是一个所谓的语言的补充 比方说我们学到某一个东西之后 我必须帮学生把这些相关的字词稍微整理一下 举个例来说 最常见的就是那个对 对了的对 对不对的对 你对我说的对 其实是不同的对 那在某些情况下 可能这几个对 你就得稍微帮学生整理一下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补充资料 第四种补充资料 有可能就是在语言上可能第一种 就是第一个用法会跟第二个用法有一些差异性 或者是在不同的情况会有不同的意思 比方说我东西不见了 我的手机不见了 我要找一找这个找 还有我去买东西 然后给了一百块 花了八十块 对方要找我二十块的那个找 那这一些都算是我要准备的补充资料 那补充资料有的时候 还得会设计到就是 会设计到我的教学设计等等 不过这个跟我们今天要上课的主要内容 不太一样 那这个我只是一个补充 那老师们先有个了解 当你做课程设计的时候 你的四大块 你必须很清楚的知道你如何备课 那它的分量到底要如何拿捏 好那这个是另外一个 教学设计必须谈的东西 那我们今天来回到我们的主题 就是混零教学的时候 我的课程设计 我该怎么做 好 首先呢 我们在第一堂课 混零嘛 所以呢第一堂课是很重要的 那我会建议老师们 在第一堂课的时候 你先准备一些名片纸 那如果说不方便买到名片纸 其实一般的那个 A4的那个白纸 你可以把它裁剪成十张 或者是八张左右的大小 那也可以当成是 一张张的一个名片纸 那我会准备 这样子的名片纸呢 让学生写上他自己的姓名 或者是说 可能在学校有个学号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资料等等 看你希望学生写些什么资料在上面 你就让他写 那当然他可以写中文 也可以写英文 最好是中英文都有 那第二种呢 是另外一个 我会准备一些便利贴 然后让学生写出一句 就是他觉得是赞美他自己 或者他觉得是对自己肯定的话 好 那我可以让老师们看一下 我自己做过的东西 好 这个呢 就是我给学生 那个老师应该荧幕上可以看得到 我把那个学生的一些资料 我把它弄掉了 就这个是这位学生的 他叫黄芷云 然后这个叫许亭嫣 然后你看他这里 他写了一个胖 这个是他自己写的 他说希望老师对他有印象 他自己写了一个胖 因为他觉得他是胖胖的 那有些学生呢 他会在上面写一些 他自己的特色 希望加深老师的印象 然后老师们看到这边 我用绿色的框 稍微框起来 其实这个是我在课堂上的一个 就是我的班经营里头 会用的一个小技巧 比方我找了这个黄芷云 回答问题之后 他讲得很好 我就在上面会直接写一个加 然后这个加加就是有两次 他都讲得很好 那我有时候也会盖这样子的一个小章 然后学生会看到那个 他的名片上面有这样子的一个记号 他其实是很高兴的 因为他知道他被老师奖励了 像这个有没有 他也他有一个家 那这个其实因为我旁边 我把它拿掉了 他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记号 有一些家啦 有些章啊 那不同的东西 不同的章或者是不同的记号 那是代表着给他不同的奖励 那我在上课的时候 我喜欢把这些名片整个都放在手上 那我希望了学生回答我问题的时候 我其实是用抽名片的方式 就是有点让学生先洗牌 洗完牌之后呢 让他任意抽一张 那我比方说第一张是这个许婷嫣抽的 然后他抽完之后呢 他可能抽到谢荣森 然后荣森讲完之后呢 我会让他再抽下一个 所以下一个他也许就抽到了家淘 那他们都是互相去抽对方 那这个抽的人并不是我 而是学生抽学生 学生去找学生 那这样所有的学生都有参与感 而且是到底抽到谁 我们都不能预料 那学生会觉得还蛮好玩 蛮刺激的 那我经常会走到那个趴在桌子上 就是他好像很累了 趴在桌子上 然后我就走到他的旁边拍拍他 然后请他来抽签 然后就让每一个孩子都觉得 他是在课堂里头 他都是参与者 因为他很可能要帮我抽一个同学 或者呢 可能还会被其他的同学抽中 然后这里 然后老师们看到的这一个 这也是我去买的一些那个卡片纸 就是然后这个卡片纸 我是让他们写那个 写一句你觉得对自己最有奖励的 或者是你觉得这句话是最棒的 好 那这个是在我在网络上看到的 有人这么做了 他说我真替你骄傲 有的人就写了这一句话 或者是我真替你高兴 或者是说这句话有点问题 你一定用很多时间准备 或者是你的想法很棒 付出总会有回报的好 像这一些赞美的话呢 其实都会在我的那个卡片纸上面 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让学生 自己去抽一张赞美的卡片 这个是一个教学设计 一个教学设计巧 通常在第一堂课 我会花个15 20分钟去做这样的事 那有的老师会觉得 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那个事情很浪费时间 其实不是 其实就是我在班级经营 因为后面我的教学活动里头 我会经常用到他们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在教学设计方面 我会怎么做 那我先做的是第一个 就是生词教学设计的一个模式 当然我的生词教学模式 因为是混零 所以我们会有年纪比较小的孩子 也会有年纪稍长的孩子 那那个孩子跟孩子之间 有的时候他们就喜欢 比方说同年龄的坐在一块 或者是不同年龄的坐在一块 好 这是一种模式 那另外一种模式呢 我就是利用这种抽签的方式 我把它打散了 打散之后呢 就让第一个人去抽第二个 第二个去抽第三个 那么他们抽了几个人 这几个人就在同一组 或者呢 我把它打散之后呢 我就随意的抽出哪几张 比方说抽五张 这五张就坐在一起 那我们刚才不是看了 就是有些的座位 其实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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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去动那个座位吗 没有办法动座位 其实没关系 你可以跟他说 比方第一排 第一个 第一排的 或者是第二排的第一个 好 你就把那几个比较 相信的那几个圈在一起 你让孩子们坐在那里 然后 再隔一个位置 就是另外一组在坐在一起 让他们会觉得 我们这几个其实是同一组的 那么这个是我在教学上 我会用的一个 班级活动经营的一个策略 那让他们在同一组之后呢 会告诉他们 你们是一组 那今天的这一组 如果要加奖的时候 你们是五个人一起加奖 好 那他们先产生这样子的一个革命情感 那当你说有些学生不愿意跟人家坐在一块 那其实这个时候就先不要勉强 他可以先跟好朋友做 那对于那一些不是那么 就是 自我意识那么强的 愿意跟同学做的 我们先让他在一起 因为你这样子活动第一堂课下来 第二堂课下来 慢慢的那一些比较不容易融入的学生 就会慢慢愿意融入了 因为他发现 他会发现这样一起玩的时候 比他自己一个人更好 那这种分组活动 我会建议就是要混零了 我们真的要混零 不要是同年级的在同一组 所以你的作为安排的时候 最好就是 就是有低年级到高年级 那这样子在做小组设计活动的时候 他们才可以互相 小的帮大的 大的帮小的 好 那我们回过段来看 我们的教学设计活动 就是利用这样子的小组讨论 我们在一课里面 比方说 我拿这个 学华语向前走的第二侧 第一课为主 这个是我从那个网路上直接 把它剪贴下来的一个词 这些词里面 我会让学生自己去找 就是你们同组里面去找寻 有哪一些词是你们大家共同不会的 所以我们说 好 小组讨论先找出共同不会的生词 然后再请他们写在黑板上 或是白板上 大家写的时候 只是写这个组 大家都不会的 那如果说这个词里面 比方说 六个人 有几个人会 几个人不会 那么他们要先互相讨论 先讨论这个会跟不会的东西 然后我们再把真正不会的写在黑板上 或是白板上 那么老师呢 在讲解的时候 我是针对黑板上 或是白板上的生词来讲解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了 可能第一组写出来的词 跟第二组 第三组 第四组都不太一样 所以每一组会的词 不见得通通相同 不会的词也通通 就是说不一定完全会一样 然后我们再交叉询问 比方说 这里面第二组写出来了 他不会 但是第一组跟第四组 都没有写出来 那么我就可以问 第一组或第四组的人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这样子交叉来问来解释 那老师只针对这个就是 同样五组 或是同样四组 大家都不会的词 做解释 做说明 然后多做一些活动 这一来可以节省你教生词的时间 所以你教生词不需要是一个一个 每一个都教 因为混零教学最常出现的问题就是 会有人不耐烦 那只要有人不耐烦 他就会觉得这上课是没意思的 所以你必须让学生把这个不耐烦的感觉降到最低 他降到最低的时候 他就不会觉得这个上课是那么无趣 好 那么老师在把这一些生词 比方说大家通通不会的是这个词 那么我只要讲解这个词 或者我只要举例说明这个词就够了 那这是一种方式 那讲完了这些生词之后 第二个步骤 老师别忘了 不要以为说 那这样其他都会 我就不讲了 不行 可能有些学生以为会 可是实际不会 那有些学生会认为我害羞 所以我即便不会 我也不敢说我不会 所以老师还是得要再把所有的生词 全部都再领读一次 然后带着学生都念一次 都说一次 那念一次 说一次之后 不够 我们必须开始做活动了 我做的第一个活动 就是这样子的活动 我会把几个词 框起来 好 我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没有框全部 我就会这样一个一个框 比方说我会框第一个词 然后让大家去猜这是什么 好 那大家猜这是新对不对 然后我就会问了 新 我们可以说 这是新同学 这是我的新的笔 那你还有什么东西是新的呢 学生可能会的 他就会说 比方新的鞋子 新的书包 新的手机 他能讲的 他就让他讲出来 那也第二个可能我要框的词 就是现在 好 那现在我们做什么 我们可能就是要这样子一个一个 再让学生带一下 介绍 然后 比方说这样 自己 那每一个人都这样子讲完了之后呢 每一个词都将带过一次之后 念过一次之后 我的第二种游戏 但不是说每种游戏你都要操作 老师可以看情况 你适合用哪一种情况来操作 像这个是教生词的第二种模式 我也是同样的课本的 一模一样的一个图 但我把这个图拿掉了 这个词拿掉了 我开始就做小组活动 可能可以分组来猜 谁举手 然后猜中了 或者是说让学生上来写 第一个举手的上来写 然后他写对了 他们那一组就加一分 好 那也可以一种模式就是 我这些不是都框起来了吗 这五个都框起来了 有一二三四五吗 然后我就让学生来写 写在自己的一张桌上的纸上面 然后看哪一组 最先把这五个词都写完的 那那一组全部都加分 这也是一种玩的游戏 好 这也是玩的游戏 所以第一种游戏就是 个别上去写 好 举手个别上去写 第二种游戏呢 就是什么全组一起写 全组一起 那这个是在帮助他们 记忆那个生词 那这个时候应该把课本 就要合起来了 只发一张纸 所以大家可以一起来写那个生词 或者是一起来指认那个生词 那这个都可以 都可以做 所以老师们可以看你班上的情况 你是要让他们上台写生字 还是要让他们把那个生词说出来就好 好 这是两种操作的模式 一种是在户写 一种只要能够说就可以了 那第三种呢 我是让小组共同进行 可能就是一起在纸上完成 那老师您在看您的班级时间 是要一次五个 还是一次六个七个八个都行 那我是建议不要太多 像我们这一课里头 有十几个生词 我会建议分成两次或是三次 因为毕竟这是在第二次 那如果说这已经到了第七次第八次 那么你可以一次有十个 所以这个看学生的程度来操作 好 那到这里可以吗 好 这是一个情况 好 接下来呢 我会再用的另外一种教学的模式 好 这个教学的模式你会发现了 我是用第五测的第三课这个生词 因为它生词量稍微多一点了 所以如果再用第一种那个模式的话 就会觉得比较枯燥 而且再来是我不希望每一次上课 都是用同一种的 生词教学模式 所以这是我用的第二种生词教学模式 那当然每一个生词都要先带过 先念过 带过念过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会教学生 好 去记忆 那老师们发现 其实我把第五测的这个 第五测第三课的生词 我并没有按照顺序来排列 老师们发现 第一个是句 句的下面是什么 玩具 再下来是飞机 模型 遥控车 积木 它们是不是属于比较同一类的东西 好 再来你们看中间我打红次的这一些 它是属于什么 量词 然后你们发现 丢 收 跟修 我特别用蓝色的 好 那这个在放生词的时候是有技巧的 你必须让学生去记忆 你在领读的时候就要有点技巧 比方说我在领读的时候 我会这么念 句 玩具 飞机 模型 遥控车 积木 好 再让学生这样子念过一次 好 甚至可以 大家一起念完一次之后呢 小组小组的念 第一组念完再换第二组念 然后或者是说 我在我用那个名片纸去抽签 抽第一个人 好 比方说 某某人 夹 好 他就念了完 然后我接下来也许我抽到了是F 好 F在念完 那我可能会抽个两个三个 再看时间 然后念完这一组之后 我不见得是念到这一组了 我也许跳过来念这一组了 有没有 价 量 尖 种 好 一种的种 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我在念这一个的时候 我会怎么教呢 羡慕 别人 羡慕 别人 这样子 它是两个词 可是我会把它合在一起念 然后像这里我会丢 丢要怎么样 收 收要怎么样 收起来 收起来我还可以收好 收好 我还可以修好 然后所以修可以讲修好 收可以讲收好 要这样子来教读念生词 那你会发现这里整理 客厅还可以整理房间 所以你做这张表的时候 并不是说我就把生词一个一个打上去 我们刚才讲的老师们在准备教学目标的时候 准备教学内容的时候 你可能稍微人会贯通 而且要稍微整理一下 这个就是整理后的一张表 第五侧 第三课的表 好 我们念完这些词了 然后念的时候 我再重复一下老师请记得 念的时候要有技巧的教他们念 而且念的时候 齐读 就是大家一起读之后 还要怎么样 分组读一下 再来点一两个人 或是两三个人分别读 那读的时候你可以跳着读 比方我刚才找了A 读了这一组 G 那我可以找B来读这一组 两词 我找C来读这个丢收 收起来 收好 然后再念修 修好 然后我再来找比方F 他去念什么 跌倒 差一点 对不对 好 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读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 好像是有一点点 不一样 不是那么死板了 读完这里呢 不够 我们接下来开始玩游戏了 什么玩游戏 来猜一猜 这两个是什么 有没有老师可以找得出来 我看看有没有马上 老师可以打出来 十秒钟 找出来了没有 这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 应该会有老师 马上找出来了吧 好 收 然后呢 收起来 OK 这是第一个 再来我们玩第二个 那这两个会是什么 这两个是什么 修 然后呢 修好 对不对 好棒 老师马上打出了修好 好 再来 我们还可以再玩了 那这两个是什么呢 模型 然后 积木 对不对 因为这是线上 我们会有时差 如果我们是在实体课程的时候 这个时间点 应该大家就很热闹了 就可以马上找出来了 对不对 好 修修好 还有 还在打修修好 那十几秒 对 好棒哦 你看 我们是不是 老师们这样子的互动 孩子们这样子的互动 是不是会觉得上课 比较不会那么无聊了 对不对 好 再来 我们该特别讲了 这两个 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会知道 这个是什么 羡慕 然后 别人 所以你会发现 教声词 不要单单只是在教声词 有的时候你的声词 还可以让它变成是一个什么 像词组 或是短语的 或者是让它串联式的 这样子来接 所以我们教声词 不是单一个教 而是一个 类似像 愉快 词组的这个方式来教 学生的感觉 会比较好 那你在让学生 做这些游戏的时候 别忘了 每一个答对的都有讲 可是对不起 我们今天现场没有讲 我们今天没办法 给大家奖励 但你可以在课堂上给讲 还记得我刚开始 是不是有那个名片 对 我会在那个名片纸上面 盖一个章 然后他们最后都会来看 他自己的名片 今天盖了几个章 或者呢 你就写一个家 他们比较喜欢盖章了 就是盖了这样一个小章 然后我那时候 都会告诉他们 比方说 挤满了十个章 我就会送一包糖果 其实我那时候很 我喜欢在台湾买那个乖乖 或者是说那个森涌牛奶糖之类的 他们只要挤满了十个章 都可以来跟我换一个小礼物 其实这个礼物 其实不在于那个礼物的多广 而是这是一种参与感 一种荣耀感 大家会觉得很好玩 有没有 你接大家写了 羡慕别人 好 我们再给大家玩一组 我们就停止了 我们就接下一个活动 这两个猜得出来吗 我们看看有没有猜得出来 好 应该等一下会马上有人打字了 我往下了 好 你们发现我用的是整理干净 对不对 那是不是它是有关系的 它就是有关系 甚至我还可以整理干净 我甚至于把做家事也可以放进来 对不对 整理干净 然后做家事 我这一组我就可以放三个词 所以并不见得说每一次都是两个词 有的时候你可以放到三个词 那当然我也可以整理客厅 整理房间等等 好 老师们可以这样子去运用 可以这样运用 然后让学生会觉得 让学生觉得说 原来这样子去记这些生词 是很有意思的 但我们记生词不要是这样子 一个一个一个 它跳着这样子记 但是它跳着记的 这一个 中间它们是有连结性的 绝对不可以是无相关的 无相关的这个记忆教学 这个教学是没有用的 我们要给学生有记忆性 或者是有相关联的这个教学 才是有效的教学 好 那生词这是一种方式 再来呢生词我会用的第二种方式 你看这是我把课文里面 就是那个乔委会免费下载的 那个课文PDF档号 我就直接把它剪贴下来 剪贴下来之后是念课文 可是我觉得这样念课文 没有效 不够 我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念课文 好 然后我们大家就可以猜了 第一个 今天我们有两个什么东西啊 有两个新同学 好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这是什么 他们就可以去猜 现在请他们怎么样 介绍自己 所以即便学生不打开课本 他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念 然后我们可以让学生 就是像刚才这一些有没有 这一个我就可以抽名单 随便抽一个 或者是从请A去抽一张 然后他抽到那个人 来念这一个黄色的这一个 好 然后他就念第一句 今天我们有两个新同学 好 他坐下 他去抽第二个人 然后第二个人他来讲 现在 对不对 至少他第二个 第二个人抽现在 然后他介绍 他先讲完现在 再讲完介绍之后 他念第二个句子 然后我请第二个人 再去抽第三个人 他就要去讲大家 然后他就可以念这个句子 大家好 我叫方有鹏 好 今年八岁 好 我可以请他停 请他再去抽第四个人 那第四个人 他必须要讲出来 就是游泳 他就可以念 我最喜欢跟爸爸一起游泳 好 这也是我让学生去一边念课文 一边去记生词的方式 那这样子的方式呢 我们是可以用混零 为什么可以混零 因为有的时候 我不是一个一个 而是用小组 因为我用小组的情况下 就是不看课本 然后请大家把答案一起写在一张纸上 或者是请大家把答案 就是大家一起讨论出答案 然后谁哪一组先把答案完成的举手 然后让他们来念 那我也可以比方说 有两组同时完成了 那么就一组是当老师 一组是当友朋 让他们这样练习 这也是我在练习词汇 跟课文的一种方式 好 那这种方式之外呢 如果我们进入到词汇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它是没有排序的 这都是那个我从乔委会那个PDF档上面 直接剪录下来 那我剪下来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按照排序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让小孩子们 我让学生们打开课本 然后呢 你去照课本的那个顺序 去标出一二三四五 大家可以一起讨论 看哪一组最先完成 那完成之后呢 他们就会标咯 好 是不是 标完之后呢 请他们可以上 上来 上台 然后把正确的答案写出来 所以他们就写二五一三四 第一个完成的小组 那么就会有奖励 好 那完成之后呢 不够啊 我们就开始要让他们念了 对不对 所以我就要让他们自己 那一小组 要把这几个句子 要念熟 所以他们排序完之后呢 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顺序了 这样顺序出来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念课文了 所以呃 第一组就是刚才第一个排序完成的 念第一组念第一个句子 第二个排序完成的小组就念第二个句子 第三个排序完成的小组就念第三个 这样以此类推 所以每一个小组都可以念一小句 一个一小句 然后我们再换呃 换过来 等于是说再让他们互相换 然后我们也可以从第一个小组里面 选一个同学来念第一组 选一个小朋友去念第二组 让他们这样子念 这是一种方式 也就是我念的课文不要是一成不变的念课文 让他们觉得念课文是有一点挑战的 好 那这个挑战之外呢 还可以做这样的挑战 好 同样的这一课 其实我是同样的一课 举了不同的方式给老师们看 所以老师们 你们可以看你的班上 适合用哪一种方式来教学 好像这个有没有 刚才我们只有一个新还记得吧 好 现在呢 是不是比较挑战性的是新同学 所以他今天要念的是 我们班有两个新同学 这个时候就不能看课文了 这个挑战性要比较高了 他不能再看课文 他要去凭他刚才的记忆力里头去想 好 现在请他们怎么样啊 介绍自己 好 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挑战 好 第二句话也是一样 来 不看课文 谁可以找得出来 我们他喜欢跟爸爸一起干什么呢 游泳 那这个东西呢 你也可以用问答的方式 比方说 好 这个张力呢 今年几岁啊 你就把七岁给遮掉 你如果要问几岁的话 你就把七岁遮掉 但是我这里不想要问的是七岁 我这里是什么 他怎么样 他喜欢看书 他是怎么样喜欢看书呢 哦 因为他是我们的生词 他比较喜欢看书 好 那么大文说 我叫李大文 很高兴怎么样啊 很高兴认识你们 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再把这些课文的生词加强一次 好 这个是我们在讲课文的一种方式 那这个是讲课文的另外一种模式 这同样 呃 这个因为我想要让他稍微有点挑战 所以我找了第七册的第八课 课文稍微多了一点 那这个呢 我用的方式叫图画字 当然第一个方式 你要先让学生念过一次 先领读过一次这个课文 好 领读完这个课文之后 大家有没有发现了 哎 有些东西不同了 今天明珍叫我好几次 我都没听到 我在听一首 最近很受什么东西的流行歌啊 欢迎 对不对 那这个图档 老师会觉得 哦 找这个图档很难 其实不大 不难呢 你到那个Google里头的那个图片区 你真的可以找得到很多 真的 有非常多的图 那因为我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叫做很受欢迎 所以我就特别把那个受打出来 然后有没有 这个他们就可以回答欢迎这个词了 所以教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一课的课文叫受欢迎 所以我们以前学过欢迎 还记得吧 第一次就学过欢迎了 就是欢迎新同学的欢迎 所以这里要教的是什么 受欢迎 要这样子让他记 那这里呢 看到有没有七系这一个 好 那我们就让他知道 这个词就叫做什么 浪漫 那因为我们已经领读过一次课文 或者是两次课文了 所以你用这样子的方式 让学生去记这些词 是不是就比较好玩一点了 对不对 就这样子 好 然后再来呢 你看这个词 很有可能是什么词猜得出来吗 好 这里有五朵花 下面有八个门 其实这个东西 你在Google可以找得到 就是那个 就是图画成语 非常多这一类的图 那因为我们是教学用 不是商务用 放在你的课 教学活动里头是不受影响的 什么样音乐的种类 五花八门 那这个呢 各有各的特色 我用这样的方式 去让学生学一些 他可能不太容易记住的声词 好 像这个有没有 弹 古典 弹 然后呢 Boring 无聊 或者呢 这个压力很大 等等类似 我现在只是做个例子 所以我没有全部都弄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去让他记这些声词 但我还是有一个 我自己的教学经验 就是 不要每一次上课 每一堂课 都让学生记 非常非常多的声词 其实呢 依照我们教学理论上来说 每一次 记7 加减2 这样子的声词 是最有效的 所以我很 我即便一课里头 有25个声词 我都会把它 拆成两次到三次 让学生去记 我不会每一次 就是这几个声词 一定要学会 或者是说 我在做活动的时候 我这次活动 我只给他这些声词 下一次活动 我再给他另外的 大概是七八个声词 用这样的方式 让他去记这些声词 那同样 我还是可以把 二三十个声词 一次性的教完 只是我每一次的活动 给的声词的那个焦点 是不一样的 好 那这个是一种方式 那这种方式 也是在念课文 但我这个念课文的方式 这个要稍微程度 好一点的才可以 你看 它是怎么个念法 好 然后我会让学生来 念 那其实这个秒数 是可以调整的 PPT的秒数 可以调整 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 让它很慢 我是很快的 就这样跳过一次 这样子 好 然后学生就是这样子 他要举手 看看能不能跟得上 那他们也可以 小组活动的来练习 好 这是一种方式 那还有一种方式了 看到没 对 他已经有一点什么 有些字被遮住了 那被遮住的时候 他们就要猜了 那这个时候不看课文 要看他们能够记多少了 今天 然后 刚才念了好几次了 对不对 明真 叫我好几次 我都没听到 对不对 然后这里他就要去猜 那那什么 是听一首 最近很受欢迎的歌曲 因为 好 他可能就要这样猜 那因为中间之后的比较少 所以他可能猜的会比较多 这是第一次的猜法 所以他们会这样子 念一次课文 那也可以小组来比赛 看哪一组可以 很快的把这个课文念完 好 这是第一个挑战 你有没有发现 第二个挑战难了一点 难度有没有加深了 有 被遮住的呢 更多了 所以第二次的挑战呢 可能第一次挑战 第一个念完的那个组 就是可以整个小组一起念 你不要单个念 就是哪一小组愿意 好 他们举手 大家一起站起来念 念完 那只要有人能够念出其中几个 那就可以多加分 那这个第二个挑战 是不是被遮住的更多了 所以第二次的挑战 可能就是加两个章 然后那些干了很多章的小朋友 那些小组应该也会觉得 今天很有成就感了吧 好 这是用这样子圈圈的方式去记 其实我这个方式是跟 国际学校一位图新闻老师学来的 但是他用那个是直线 他用的是全部是叉的线 我比较喜欢用圆的线 所以我是用这样的方式 让学生练习 好 那这样子的 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练习了 你看遮的方式是不是不一样 我甚至可以先遮一朵就好 然后念完之后第二次我可以遮第二朵 好 再来我还可以遮什么 第三朵 你如果想要再有挑战的话 你可以再加个第四朵或是第五朵 这个花朵呢 你可以用幸运草 你也可以用各式各样 你喜欢的花花草草都行 甚至你还可以用鸟啊 用什么样子的图案都可以 那最主要都是让学生去念 而且他会觉得就是 这个念书不是那么 一成不变的念书 好 那以上就是我在讲的那个课文的一种 那最后一种我要教的这个课文 也是利用PPT的一个技巧 好 这是第一段 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那你可以全部都用哦 好 你看我第二段的方式是这个样子 这个描述我现在用的比较快 那老师们制作的时候 你的描述可以慢一点 让学生可以跟得上那个描述 好 这样子 来 再来 第三种 好 你们发现 这三种在教学生念书的方式是不一样 给学生的挑战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同样在念课文的时候 不要只是一成不变的 就是你念什么 我念什么 你念什么 我念什么 这样学生是觉得 会让学生觉得上中文课不太有意思 但我的教学设计里头 我会用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让他们去念 我同样在念课文 他可能这次的挑战跟上次的挑战是不同的 那这样子下来 学生就不太会觉得这个念课文是那么 麻烦 好 再来 讲到前面为止 我都是在讲生词跟课文了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我要讲两个 课室活动 其实这两个课室活动呢 是语法词汇句型的教学活动 那第一种课室活动 我事先用一个很普通的句型 我们最早就一定会讲 你喜欢什么 你喜欢哪一个 这个在早先的句型就有 那我现在用的是第二次第一课的课室活动 因为那一课的课室活动最主要是要教比较 好 这一课是要教比较 那我教比较的时候 我不喜欢 我自己啦 我不会就直接带入那个比较 然后教他们念那个课文的句子 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没意思 所以我自己设计的一个方式是先这样子 因为春天夏天秋天冬天 是在第一册的时候教的东西 所以呢 我就先问春天夏天秋天冬天 你喜欢哪一个 好 那这个活动我有两种操作方式 我先讲第一种操作方式 我让学生会去打那个圈查 那因为有一些国家国情的关系 他不喜欢圈跟叉这样子的做法 所以他可能是打勾 好就是他可能打勾打圈 没关系就是他打的符号那不是重点 我会让学生去打 你最喜欢哪一个 那他喜欢他也许就打一个圈 对不对 这样子 那他不喜欢的我会请他打一个X 或者是他不喜欢的打一个三角形 这个符号都是老师可以跟学生自己去 就是说你们只要彼此之间有默契就好了 那个符号 是打某一个符号 你不喜欢的是打某一个符号 这样就行了 好 那我们的练习第一个句子 我喜欢以旧带心 也就是说我喜欢春天 因为春天我打勾了嘛 那我不喜欢的是冬天 因为冬天我打X 我先复习这个句子 那如果说我有两个勾 或者是我有两个圈 我也可以先教 我喜欢春天 也喜欢秋天 OK好 我们先学这两个句子 这两个句子是第一次的 我先以旧带心让他学 让他会 那么再来我就要带入本课的句型了 对不对 带入本课的句型 带入本课的句型里头 如果说我有两个勾 或者是我有两个圈 我就会问他春天秋天 你喜欢哪一个 好 他可能就会回答 我比较喜欢春天 对不对 我比较不喜欢秋天 那比较就是有两个来比了 好 所以我先让他复习前面的句子 我喜欢 不喜欢 我喜欢 也喜欢 然后我再让他带入这一课的是 我比较喜欢的是什么 我比较不喜欢的是什么 这个我是用春夏秋冬先带入 那当然你说可能圈跟叉 效果也许不是很好 那没关系 你可以写一二三四 四个续号 那么就可以是我最喜欢春天 最不喜欢冬天 对不对 一二三四十就更清楚 那么这样一比较下来 可能就是我比较喜欢春天 比较不喜欢冬天 这样理解好 那当然我的比较也可以不是单一 比方说我这里不是春天跟秋天我都打圈吗 所以我这里可以说我比较喜欢春天和秋天 比较不喜欢夏天和冬天 也可以这样子的练习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让他去勾选 再回来练习 那这个勾选跟练习 或者是写一二三四的练习 就可以做小组活动 而我的小组活动就不是自己的单组 我会让他们比方说 第一组的同学去问第二组 第二组问第三组 第三组问第四组 这样子互问 互问回来之后呢 比方我就会 回来之后我就会说 好那个某某A比较喜欢什么 某某B比较喜欢什么 或者是某某A比较不喜欢什么 某某B比较不喜欢什么 某某A最喜欢什么 某某B最不喜欢什么 他们也可以这样回答 那这个时候 你再用你的名牌去抽签 他们已经互问完了吗 对不对 你就抽一个人问 好你刚才问的是谁 他怎么说 好再去问 再去抽第二个 好你刚才问的是谁 他怎么说 这样子去练习 让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机会 其实在这个情况下 老师说的话最少 因为他们要互相去问 互相去说 好这是第一种教学的模式 那这个教学的模式 我们刚才用春天 夏天 秋天 秋天冬天 对不对 我们再来看 其实这一课里头还教到一个深词叫游泳打球 看书跑步 所以我们可以问他喜欢的是哪一种 那同样的操作模式 他可以比较喜欢看书 比较不喜欢游泳 对不对 或者可以是比较喜欢打球 比较不喜欢看书 好这是一种模式 好那我再扩大 这是我们在第二侧第一课里面的19课有一个练习活动 那他的练习活动就是让他只是连连看 比方说第一个图他连到哪里 第二个图他连到哪里 好第三个图他连什么 像第一个图是跑步 他就要连到跑步 第二个图他就要连到游泳 那你连连看 我觉得只是连完比较 我自己啦 我自己觉得说连完之后就没事了 所以我会换这样子的方式 让学生去说 他同样是用这几个图 所以我会让学生直接看图来回答比较 所以他就要在那个图的下面 或者是说在汉字的上面 他去写一二三四 然后写完之后呢 他就要起来说 先说自己 我比较喜欢游泳 比较不喜欢跳舞 好接下来我可能就要去 就要去讲 我刚才问了谁跟谁 我问了谁他比较喜欢什么 比较不喜欢什么 我又问了谁 就是我问的第二个人 他比较喜欢比较不喜欢什么 我让学生这样子去说 最好如果你的时间够的话 让全班都说 如果你的时间不够 你就是抽着说 抽几个 那你在抽的时候 请特别特别注意 不要老师是同那几个人 我通常是这几个人已经抽过了 我就会把他那个名片纸夹到我的那个 就是小拇指那个地方 所以他们在抽的时候 就不会重复抽到同样的人 那这样可以确保就是上课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至少有两到三次的说话机会 好这是一个教学活动 那不晓晓这样的教学活动 老师们清楚吗 如果 好 刚才有老师提到说 七加减二的生词 对 这个七加减二的生词学习模式 是真的效果比较好 如果说 你一次上课是两节课 对不对 那你第一节课强调 七加减二的那些生词 第二节课你再去强调 另外的七加减二的生词 这样的效果是比较好 或者是说你的课程 是可以让你把一课拆成两周来上的话 你也是用这样的方式 不要说 这个礼拜我上生词 我把所有的生词全部教完 其实这样的记忆模式并不好 并不容易记住 所以我是习惯把它这样拆开来 好 然后再来 你们也可以去想想 就是还有哪些词语可以这么教 除了运动 除了天气 其实颜色也可以这样教 还有比方说你的喜好 甚至于科目 数学课 中文课 科学课 美术课 音乐课 这个都可以用这样的模式来教 然后让学生去比较 喜欢或是比较不喜欢 那除了比较不喜欢 你不一定用喜欢这个动词 你也可以换另外一个动词 比方说讨厌 或者是说上 或者是打 或者是弹 就是不同的动词都可以用 好 比方说我有一点喜欢看电影 那那个看电影应该是属于2号 那我比较 我最喜欢看电影的话 那个11号 就是用这样 那不太的话可能就是3号 我这样子举例老师应该可以明白 就是我写那个123456 就是看你放几个 然后你可以教不同的句型 你甚至于你还可以再教 稍微难一点的比方 不但还 所以我不但喜欢1 我还喜欢2 或者是我不但喜欢1 我还喜欢4 这个句型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教 还有像再高级一点 就是宁愿 我宁愿喜欢这一个 我也不喜欢那一个 好 这样子的方式都行 那其他的句型老师可以自己发挥 就是大致上几个句型都可以这样教 就是不要 很自视化的 把这个例句念一次 然后你问我答 你问我答 其实有时候让学生有一个选择性 学生会比较喜欢自主性的一种学习 而不是 你给我那种框架式的学习 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 其实我的教室 包括我本人 我不喜欢一直站在讲台上 我其实对于像这样子 不是实体课 没有跟学生互动的这种课程 我会觉得没有那个气氛 那如果说可以跟学生尽量互动 那个课程上起来会比较好玩一点 然后像这样的课程 我会让学生是离开他的座位的 不是一直一直坐在他的位置上 因为他必须去跟其他的人互动 然后有的时候他们必须小组自己互动 有的时候是小组必须跟其他的小组 或者是个人必须要跟小组之外的人互动 这是一种教学的模式 再来我要讲的是第二种教学的模式 那第二种教学的模式 我也是先用第二侧的第一课的这个句型 因为它这个句型是你和什么人 它最主要是在教和一起 那只是教和一起 比方说我和哥哥一起做什么 我和同学一起做什么之外 我可以再延伸一下我们教过的长档 放进来喜欢放进来 甚至你可以否定 我不合或是我不长 我不喜欢等等 你在往往外延伸也可以 我很喜欢我不怎么喜欢 我不太喜欢 慢慢慢慢把这个句子给延长 那我们先回到最基本的 A和B一起做什么这样子的句型 那么看到我画的这个线 对这是课本的句子 就是我可以讲我和同学一起做什么 我和同学一起游泳 或者是我和同学一起看书 好我先让学生二选一 那么老师你们也可以自己二选一 其实这个活动 呃但有一点点心理测验 但不是绝对的 是我自己自己这样子做的 我只是觉得让学生这样 这样上课比较好玩 好那还可能选择的是游泳 好那么就是那么游泳跟打球 你又会喜欢哪一个 好游泳跟打球 我喜欢哪一个 所以我和同学一起游泳 嗯很好 那我和同学一起打球 哎那么接下来我可能会发生什么事 好那如果说我和同学一起看书 那你们除了一起看书 还会一起听音乐吗 有没有一起听音乐呢 哎有 或者他不是选择听音乐 他可能选择的是什么 看电视 OK也可以 好那就会再往下有不同的选择了 如果说我选择的是 我和同学一起游泳 我和同学一起打球 我和同学一起跑步 那么 我说嗯你可能不太 你可能不喜欢冬天 因为呢 冬天游泳不方便 打球不方便 跑步也不方便 所以呢 你不喜欢冬天 那你喜欢什么天 哦他可能喜欢春天夏天秋天 这只是好玩而已 他没有说绝对的 但我做这个只是让学生觉得 哎好像还蛮还蛮有意思的 因为学生会想要回答 然后再来 我和同学有没有喜欢 我和同学一起游泳 我和同学一起跳舞 那么你们会一起游泳 又会一起跳舞的 你会比较喜欢什么天呢 哦 可能是春天 可能是夏天 可能是秋天吧 没关系 这个答案是开放性的 其实下面这个红框的答案 是真的就是开放性的 我只是让学生觉得有意思 他们可以自己填 甚至于让他们去问 其他的同学 他可能会填的是什么 天气 好那再来了 他是喜欢跳舞之外 他还喜欢唱歌 那么他会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很喜欢还是比较喜欢 还是不常不太喜欢等等 让他学过的词 自己去填 自己去 自己就是说进去 就是自己去说 好那这里是看书 看书又喜欢听音乐 然后接下来可能是 很喜欢什么天 然后呢看书又 看电视可能是喜欢什么天 好这个是一种模式 当然我可以把这个 春夏秋秋冬的这个 天气有没有可以换成别的 不一定会是春夏秋冬 我说我这只是做一个例子 然后让学生去练习 那当然看书啦 看电影啦 跳舞啦 听音乐 这是刚好这一课的生词 所以我放的是这一课的生词 如果你那一课教的是科目 那你可能是什么 体育课 科学课 英文课 数学课 美术课等等 都可以这样子玩 然后下面呢 你也可能是比较喜欢的是 英文老师 数学老师等等之类的 所以 其实这个就是看老师的创意了 好 那这是我们用这个 再来 我再弄一个稍微难一点点的 这是第五课的 第五册的第四课 因为那一课的主题是在讲 月饼跟南瓜派嘛 对不对 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就问 月饼好吃还是南瓜派好吃 好 那么接下来可能同学会说 月饼 有的会说南瓜派 对不对 好 那这不是重点了 我只要让他会说嘛 对不对 所以我问了 A 他跟我说月饼好吃 很好 那可能问了 G 他说南瓜派好吃 OK 没关系 那我可以问X 他可能告诉我是哪一个 没关系 他们自己选一个 他们也可以是去互相问对方 好 选了一个之后 第二个问题就是 咸的好吃还是甜的好吃 OK 这是科文的生词咯 好 那他可能就要说甜的月饼 也可能是说咸的月饼 好 甜的南瓜派 或是咸的南瓜派 没关系 我只是要他会说 只要让他重复的说 而且他说的时候 不会觉得无聊 这样子的说就好了 好 他喜欢甜月饼 我可能就得问他了 对不起 他是咸的月饼 那么我就问他 饺子好吃还是炒饭好吃 为什么要问这个 因为这两个都是咸的呀 而且月饼是属于东方的食物 中国的食物对不对 所以我就会问饺子跟炒饭 好 巧克力好吃还是蛋糕好吃 因为这两个都是甜的 好 都是用科文的生词 然后可能了 他问 我问饺子好吃 还是炒饭好吃 他说饺子好吃 好 那么也有人会讲炒饭好吃 有的会讲巧克力好吃 有的讲蛋糕好吃 那当然有的人也会讲 烤鸡好吃 但那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后面 我让他讲句子了 咱们课本里头的句子 是把馅包在里面的食物 对不起 我这里少打了一个R 馅儿 那因为这里应该讲 把馅儿包在里面的食物 所以饺子好吃的话 你就是喜欢把馅儿 包在里面的食物 那炒饭好吃的话 你比较喜欢中式的食物 就是 那喜欢巧克力的话呢 你是比较喜欢奶油的食物 那同样的 如果是烤鸡的话 他也可能是这样 那我如果是喜欢吃 蛋糕 你看我又是喜欢吃甜月饼 又是喜欢吃蛋糕 那么我应该是比较喜欢吃面粉食物 面粉这个词也是课本的生词 好 那那个奶油这个词也是课本的生词 我只是把课本的生词放进去而已 其实我的目标只有这样 那下面这个是不是真的如此 它不重要 我只是把课文的生词 把课文的句子 放到我的这一个活动里面 然后让学生说出这个词 说出这个短语 说出这个句子 所以老师在设计活动的时候 不妨也可以试试看 用这样子的问句 你喜欢的是哪一个 或者是你喜欢A还是喜欢B 好 用这样的方式 让学生去回答A或是B A或是B A或是B 然后他一个一个这样子讲下来 其实这些词 他已经重复说了很多次了 好 这个是我讲的课试活动 我们还有后面10分钟 所以我现在讲一个 汉字的一个教学活动 这个是从网路上直接摘取下来的 但我在教汉字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除了这一些 让他写之外 我会很喜欢的把某一个地方 框起来 那框起来的目的 其实是要让他去特别记忆这个地方 好 那我用心是因为我可以框 这三个的其中一个 那其实基本上一个汉字 我只要框一个地方就好 不需要框到三个地方 这个有点矫网过正了 但我现在举这一个只是一个例子 所以老师不要像我这样三个地方都框 你想想看这三个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合适框起来 你只要框其中一个就好了 那我就像这样子 这个新 其实我都是从那个网路上直接PDF 然后把它剪贴下来 那只框某一个地方 为什么这里我特别要框新的这个点 那是因为 这个地方很多孩子 很多学生会再多一点 他会把那个告诉的树 旁边的这一个点 有没有 金跟那个西 这个地方还会搞错 所以我会很刻意的框这个地方 然后让提醒学生这里没有一点 那告诉的树呢 这里有一点 这个是我在教学会特别让学生去记的 所以就会让学生去猜去写 然后像这个口 为什么框这里 因为很多学生 他会把这里写成一个日 他这个地方会变成一个日 所以我会特别框一个口 让他知道是一跟一个口 那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子 好 那像这个 很多人会只写成一横 写成一横就会变成是什么 白 白天的白 那这个字也是 然后像这个 都是我会把它框起来的地方 好 那这个字挤的挤 我还会特别在做一个这个东西 有没有发现 然后其实有的时候 我会把这一块 用一个红线 用一个红圈圈 在框起来 告诉学生 自己的这个挤 没有出头 已经的挤 要跑出去 这个是他们常 犯错的字 我就会这么做 就会让 那这个因为会 会是游戏型的 让他们来写 或者是框的地方 让他们写上去 就是做成类似像学习单 好 那这个根呢 我也会另外再做一个 因为这个根 跟了眼睛的眼 这两个字也经常会搞错 甚至于这个眼睛的眼 很多人会只写一横 它不会写成木 它会写成日 那个白天的日 所以这个是我在做汉字的时候 要让他们练习 写不见的是每一个 一笔一画都要写的 就是要照笔画来写的 一清二楚 但是会弄错的 我一定会这样慌 好 然后另外这一个游戏 这个要花很多时间弄 所以做这个的时候 我并不是每个汉字都做 我会做的是比较有意思 或者是他们常会搞错的汉字 我才会这么做 那你看到这些图案 通通都是从Google的图片 里面找出来的 那你们看 这个有没有 这个什么 一看就晓得了 嘴巴 所以它是用口 然后这个是单工的那个蛋 然后这个就是那个子 其实像这个小孩子 我有时候也会把它放在 那个学习的学的那个下面 然后那个然后的燃下面 我也会用这个火 所以其实它是都可以重复的 然后这个爪字 其实有很多也是可以用的 像那个爱情的那个爱 有没有 上面也是这个 好 这个肉月布 我用这个月亮 而且我特别去找的是 它这里有这样子 会告诉两横的那个肉月布 那我们有很多汉字 也是有这样子的副手 那不是 然后这个是耳朵 有没有 然后像这个曲 因为这个曲跟这个点 我是很刻意的找出来 让他们做对照组的 有没有 它是 这一边是这样 然后这里 特别要告诉他们这一横 这个没有凸出去 因为这两个字 很多学生会写错 很多学生会把曲下面 然后直接写两点 他就认为是点 所以我会很刻意的 把这两个汉字放在一起 让学生练习 好 那这个就是我讲的 大概几个教学设计 不管是几岁的小孩 都可以做的 就是属于混凝教学的一个 设计活动 那最后 因为我们还剩下 大概六分钟 我简单 跟大家叮咛凌几个问题 就是 其实这个混凝教学设计 会跟班级的经营 有很密切的关系 然后特别就是 你要让学生要有 要让学生觉得有成就感 所以呢 你的奖励是很重要的 口头上的奖励 或者是一张都很重要 然后有的时候 我在教室里头 会设那个所谓的通关密语 那个通关密语 通常都是我们这一课的 某一句话 当作通关密语 然后像那个词卡也是 那再来就是上课 你在提问的时候 请注意 你最好就是问的时候 可以让学生有思考 给学生思考的问题 而不是马上回答的问题 像我让他们去选一二三四 或是选那个圈插钩 那个都不是马上回答 他们可能要思考一下 去想一下哪一个是一 哪一个是二 然后你再让学生看图片的时候呢 你也必须要去找的就是 他也许是可以猜得出来 或者是说可能分组要一起讨论 才能够猜得出来的图片等等 那你在给提示的时候 最好就是跟今天的上课内容 有关的东西 好 然后如果你要播放影片的话 也是要跟课文有关的影片 你才要播 否则是其实是不需要浪费 那个时间的 那我比较喜欢是下课跟下课之间 我会找一首歌 然后这首歌可能里头 会有一些声词 或者是有某一个语发点 某一句话 是跟课文里面相关 或者是一样的当作歌曲 那当然这个也不是说非必要了 那大概的情况是到这里 好 我们是有几个问题要问吗 好 我看了一下说 华裔在口语训练的时候 觉得无聊要怎么样子处理 口语训练就是 我们应该会回来这里 像我在提问的时候 比方像 像这个东西我就是很喜欢当作口语性训练 因为我会问他A还是B 然后让他去回答这个或是那个 也就是你在让他说话的时候 不要是单独的那种很机械化的说法 很机械化的说话的话 不要说小孩子 其实连我们成人我们都觉得很烦 所以像这样有没有 说这个有没有 明真教我好几次我都没听到 然后我如果真的要让他练习这个口语训练 对不对 你没听到什么东西 你没听到什么事情 就是你在问他的问题的时候 你要让他能够是自主性的 他可以用他想要的情境去回答 会比较好 而不要只是单纯从课文里面去问问题 然后第二个说混凝教学的 老师要了解 OK 其实第二个问题真的会比较难回答 因为问的是混凝教学对老师的要求 真的是比较高 所以我们要了解不同年龄 不同的发展 这个会牵涉到所谓的认知 就是学生的学习认知 所以你要去考量的就是几岁的小孩 他的学习认知到底到达哪一个程度 那我刚才设计的那几个活动都是 不管是六岁七岁或是十一十二岁的小孩 他们都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个活动 也就是说因为小孩子小的时候 小小小孩他比较喜欢玩 大孩子呢他比较不喜欢太幼稚的游戏 所以你必须设计的游戏是 小孩子不觉得他难 大孩子不会觉得他无聊 所以混凝教学 真正的混凝教学 他们在教室布置里头 会有一个所谓角落区 或者是学习区 是让孩子可以自由操作的 但我知道我们在华语文教学 这一块里头 我们是做不到真正的那一块混凝教学的 我们是做不到 所以我会建议你就是 我们会有那种那个叠叠乐 应该想到 那个叠叠乐你可以买 你可以用那个贴纸 就是那个贴纸 就是我们买那种 类似像那个标签纸 然后你写上汉字贴在那个外围 然后让那个年纪比较大的孩子 他们自己去玩那一些 那也是一个汉字的一个 混凝教学的游戏设计 那也是一种 然后混凝教学的教室里面 他说年龄小的 好 OK这里在讲的就是大小孩会小小的小孩 小的小孩就或者是说会比较没有自信心 这个是我一刚开始就是提到的 我说最容易发生的就是会可能大孩子自己一组 小孩子自己一组 所以我会建议你在教室布置的时候 一刚开始你就是大小孩跟小小孩 你就混在同一组 那很多情况下就是必须是同组进行 那同组进行呢 有的时候你提问的时候 你是很刻意问小小孩 那问小小孩 因为盖章是要全组一起盖章 奖励是全组一起奖励 所以大小孩他就必须得去教小小孩 就是这个是 我可以想得到就是说 不要让他们那个大跟小有明显的界分 而要让他们什么大的去帮助小的 那有一些活动呢 是必须小的才有办法做的 或者小的才比较敢做的 比方向匕首画脚 其实今天的那个时间没有办法再讲一个 其实匕首画脚也是混零设计一个很好的教学模式 你那个把那个字词 就是词或者是短语写在一张纸上 然后让小小孩上台去比 让大小孩来猜 因为小小孩比较感动 所以小小孩上台去比那些动作 那大小孩因为他会认知程度比较好 所以让大的孩子去猜小小孩比的东西 这也是一个混零教学设计可以做的 再来就是你说我话 这也是混零教学可以做的一个活动 那你说我话的话 就是那个一个用说的一个用话的 那口语能力比较好的那个用说的 那通常这个时候让小小孩上去画 那大小孩上是在后面指示他画 这样你可以让大跟小之间的距离拉近 好那这个是一种模式 好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三点半嘛 对不对 OK所以时间到 如果后续还有问题的话 你们可以写上写上去 然后呢 乔伙会那边会诊之后 我再看看是不是给大家一个 书面上的一个回答 或者是后续我们看用什么样的方式 回答大家的问题 这样好不好 身上有两题 等一下我看一下 好 9岁跟16岁的小孩混零教学的重点在哪里 OK 我们讲了 混零教学其实程度是差不多的 所以你是年纪上的差异 不是程度上的差异 这个才是真正的混零 那如果你是还有程度上的差异的话 我会建议你的那个程度 你不能放在大的 你要放在小的 然后那个大的你要给他学习单 也就是说我同样是教的时候 我是教小的 但是我给大的同学的时候 我的学习单就要比较难 就比方说我同样在教这样子的东西 我现在以这个为主 我如果说他们的程度都是可以 好 小小孩的话 我可能就是这样子教 给他 这样子 大小孩 那个年纪比较大的同学 有没有 我可能给他的难度是这一个 我就给他是这一个难度 就给他这个难度 那同样的比方说我在问问题的时候 有没有 程度比较低的孩子 就是9岁的小孩 有没有 我可能问的问题 我大概只有这样子的问题 只有这样的问题 但是如果到16岁的 我可能设计的东西 我就要到这么多 给他的东西是这么多的 也就是说他的分量要多 16岁的孩子 我们就讲有一个A page 我就说一个A4的一个学习单 9岁的小孩他只要写一面 16岁的小孩他得写两面 这样你可以理解我说的吗 那可能9岁的那个教学的内容 他只有一个A4的教学内容就够了 那16岁呢 除了A4的教学内容之外 A4的背面 可能就是他要延伸练习的东西 那他的延伸练习的东西 他可以利用字典 词典电脑上的资料去查询 然后你再花一点时间回来 去检视他这些东西 对不对 用这样的方式 好 OK 那还有吗 还有一题 还有一题 海外教学因为用 对我们是用程度分班 不是用年纪分班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真正的混零教学 所以呢 因为这个是真正的混零教学 就是我只看程度 我不看年纪 所以我什么样子的程度 我就教什么样子的东西 那这里其实就是提到了 就是说 好我可能有小4的 我有小6的 我一刚开始不是说了吗 我可能有那个7、8岁的 那我班上也可能有9岁10岁的 可能有13、14岁 可是我通通都在同一个班上 所以我在设计活动 我在玩游戏的时候 我在教的时候 我通常都是什么 不要同一个年龄在同一组 座位上也不要同一个年龄在同一区 这一区里头一定要有不同年纪的孩子 然后有很多活动就是 你们这几个就是同一组 你们先讨论 所以我上课其实会用很多废纸 我会带一叠废纸进教室 然后同一组同学呢 他们有很多东西是写在废纸上面 那我也很喜欢带便利贴 有的时候他们写在便利贴上面有没有 然后我再针对便利贴上面的东西来回答 然后其实我真的一个教学技巧 分享给大家就是点名的时候 你用那个名片纸来点名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而且用名片纸来叫同学回答问题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因为那个名片纸老师可以作弊 我这样讲有没有很过分 就是那名片纸有时候比方说我抽出来的 假设了我抽出来的明明是某某人 但是我就会叫另外一个人 因为我没有让他们看到那张名片 那名片是我自己 就是抽出来之后我来喊名字 所以我有时候会很刻意的 比方说这个名片是 其实我抽到的是谢荣森 但是实际上我说 好 许婷妍抽到你了 换你说 其实有的时候我会很刻意的这样 去让那一些上课心不在焉 或者是说学习比较低落的小孩来讲话 然后有时候这个问题真的比较难 我就也许还是抽到谢荣森 然后我就会叫黄芷芸来回答 然后不要让那个谢荣森觉得 好像心里有负担 所以那个名片纸是一个很好用的 然后有名片纸我的一个做法是 就是这样一点名片纸 我就这样给对方 就是给学生抽 但他一抽之后我就把它收回来 我甚至没有让学生看到那张名片纸 我就把它拿回来 然后我自己看 然后喊出来名字 所以大家会误以为说就是抽到这个人 可是实际上这个小技巧 如果老师用熟了用多了 你就知道你其实是可以让班上的气氛比较活跃的 那因为你这样子抽这个名片的时候 每一个同学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抽到 去抽那个名片 所以那个混零的那个就是 那年龄跟年龄之间的那个差距感 会比较融合在一块 会比较融合 那活动的时候就是经常是这一组的同学 一起坐完上台 然后是一起一起给张 然后这一组可能去问某一组或是这一组去问某一组 你是这样子交错的 所以你把那个年龄其实就是打散了 就是把年龄打散了 这样来教学 那你的重点是在那个程度 就是我这一刻要教的东西 我重点就是教这一刻的程度而已 然后我不去在乎那个年龄之间的差异 顶多是我给功课的时候 我会给 比方说我的功课会出AB卷或是ABC卷 那那个年纪比较小的 我会让他写的内容比较小 少一点 然后年龄比较大的 我会让他写多一点 甚至我会跟他们说 写完A的是几个章 写完B的是几个章 写完C的是几个章 用这样的方式去打破这样子的年龄上的差异 这样OK 可以吗 好麻烦了 好那应该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吧 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然后谢谢我们乔委会的安排 也谢谢各位老师的参与 那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见 拜拜 接下来全球华文网直播教学分享会 将邀请郭静成 游浩云 黄黎满三位老师来跟大家分享 内容精彩可奇 请大家锁定全球华文网的最新资讯 我们台湾时间5月20号上午10点 线上再见咯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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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